在接下來其實今年的華文創作 其實也蠻精彩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華文創作這個類型的話 他不萬事 我們都非常開心 他是簡針 簡針老師 簡針老師這本書 文字還是很動人 他的文字不管是哪一個文體 也是就是動人好看 然後就是一個好看的故事 那在裡面 他這裡面有更多動人的情感 因為他講的就是照顧他 誰在影響響的地方 那他其實每一個人 人的一生當中 都會經歷過這個狀態 那透過作家的筆調 這樣寫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看完以後 馬上回家覺得說 我幹嘛一天到晚工作 我應該多陪我爸爸 他現在雖然很健康 但是我覺得你時間 就是在倒數 終究有一天我們會碰到 這些事情 對 那我覺得我們在放大範圍來看 一則一喜 一則一憂 喜的地方是臺灣著名的作家 他還是有很好的作品產出 而且他受到大部分讀者喜愛 比如說張大春先生 或者是說網路小說作家 藤錦樹先生或九把刀 他們都一直受到大家的青睞 但我們優的是說其實我們希望 當然這次的書店成品 我們就希望可以盡更多力量 就是讓更多好的讀者 新生代的作者 他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而且受到市場的肯定 所以包含今年有很多作家 我們都覺得我們應該在 他已經是我們2014年重要的目標了 就譬如說房慧珍 李維金 這些新生代的 黃麗群 對 他的這本小說也非常有趣 就是文字表達非常好的 我們希望2014年 可以幫這些作家 再多做些什麼事情 讓更多人看到他 因為有讀者願意讀你的東西 他就還會想要再創作 這個生生不息的創作力量 才能夠讓更多讀者覺得 我可以持續的閱讀 所以2014年 我們會希望能夠針對 這些作家在做 也許明年我們再見面的時候 希望可以再看到 華文榜單上有更不一樣的 更不一樣的閱讀風貌出現 對 新的面孔 總結來看 我們覺得我們2013年 這份榜單上可以看出 台灣今年的社會 過了怎樣的2013年 外面世界不大開心 所以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一定要很快樂 我覺得整個2013年的狀態 會是這樣 對 所以我們要追求心靈的健康 追求身體的健康 而且還要讓自己玩得開心 對 一年一定要出去 幾次的海外旅遊 或是環島旅行 或是很深入的在地旅行 這些都是台灣人現在希望 生活裡面一定要有的元素 他們對自己的生活提案 要是這樣 是 更可惜的其實是 我們看到很多的翻譯小說 很大量的進入榜單裡面 其實這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閱讀的習慣 已經開始進入了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它已經建立在裡頭了 對 它會是大家生活休閒的選項 重要的休閒選項之一了 就不會只是一個工具 老一輩或是早一輩的台灣人都覺得 閱讀 讀書為了功成名就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它幫你長一些見識 但是閱讀社會發展 如果是風氣成熟的時候 它其實只是讓你生活開心 愉快或是得到滿足 那我們很高興的就是 小說類的東西一直一直起來的時候 代表大家 它的生活需要這些 所以薛穎我非常想要知道 你個人心中的Top10裡面的 如果要從這裡面選一本的話 你的No.1會是誰呢 No.1當然還是村上先生 我從大學就開始讀他的小說了 那我可以講No.2嗎 可以 No.2就是古盤證 因為做辦公室真的做太久了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 讓自己可以調整好自己 所以聽說其實書店 有很多同事也買回去了 很多同事都買 每天回去 而且 其實在辦公室就可以用 我們常說書店同事是重工業 因為你每天都要搬 爬上爬下 搬東搬西 然後或是你坐在電腦前面很久 這一本書真的是很有趣 而且非常實用 是 所有在做辦公室 或者是你的工作 其實是心靈跟身體很勞累的人 都很需要 我覺得在書店工作 心靈的勞累應該還好 我覺得在書裡面永遠都 閱讀的世界裡永遠都可以很平衡 而且我們比社會大眾人都更幸運 因為我每天都跟這些相處 所以我更直接的可以得到balance 我覺得這個是在書店工作者來講 體力耗費比較大 是 今天非常謝謝林軒穎來跟我們分享2013年的成品 暢銷榜 謝謝 謝謝惠玲 謝謝 謝謝 以上就是今年成品書店的讀者 用購買的力量呈現出來的榜單 你看了幾本呢 不管是身體還是心理健康 純文學或者是翻譯小說 總之多讀書有益身心健康 意想事件我們明天見 我們在這兒